刘德华 刘嘉玲 李彬彬和邓超等 今晚在时代广场出席 敌人节之通天帝国慈善首音里 嘉玲带上1500万赞助钻石大抢风头 梁朝伟镇身在内地拍戏 嘉玲称会在心中牵挂 透露每天都有联络 众主创台上庆祝接近尾声时 有情绪激动引迷突破防线冲上台 华载处编不禁为对方签名 化解危机 以往明星出席活动会有撞山的现象 近年来影视作品题材撞山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电视剧版的敌人节已经有不同版本 如今刘德华再次诠释这一历史人物 不免有了思维定势 对此导演给了华载尽可能大的空间 抛开已有的形象 演自己的侦探 在电影已曝光了 海报中刘嘉玲版武则天的美貌是引起坊间讨论颇多的 造型指导于嘉安透露灵感来源参考了敦煌壁画 导演徐克则表示 这与观众过去看到所有的唐代女装造型完全不一样 只有武则天才有这种力量和胆量去尝试这样的造型和妆容 因为她是独一无二的 对此演员刘嘉玲也很满意自己的造型 在导演的要求下 还有 继续知道 我们很大力 非常感谢 当我穿起 那个衣服 看我看 看这个装备的时候 我好像看不到 我人家在买 在这儿 那儿 去年了 又来 我无 enfrent不导演 我看不断 你打分枪 我打分枱 我打分架 你打分枪 我打分枪